大多数人相对来说都是普通人 有全国性奖项或者主流媒体报道专访的是少数 如果我什么奖项都没有 什么媒体报道都没有 也没有担任过重要职位 没有评判他人工作的经验 没有高薪经历高薪职位 没有作品发表或者展出 没有知名组织的会员资格 没有本专业的专家 或者名人给我提供推荐信 或者没有大学毕业的学历 可以怎样办理 美国绿卡职业移民 如果有突出成果 不管是音乐家、画家、歌手、设计师、运动员、教练员、演员、化妆师 还是其他文艺体育表演人士 都有可能办理EBE解除人才和NIW国家利益豁免绿卡 参见我们律所的其他文章 在内容简介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和其他社交媒体账号 如果没有那么突出呢 比如我什么奖项都没有 什么媒体报道都没有 也没有担任过重要职位 没有评判他人工作的经验 没有高薪经历高薪职位 没有作品发表或者展出 没有知名组织的会员资格 没有本专业的专家学者 或者名人给我提供推荐信 我怎么办理美国绿卡职业移民呢 如果你有艺术背景、体育背景、文艺表演背景 有教学或者当教练的经验 比如在大中小学、职业学校、培训机构、校外教学机构、兴趣班工作过 或者有这方面的资质 那么有可能办理EB3技术移民类别的美国绿卡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不是EB3非技术老公移民 前者叫skilled worker 后者叫unskilled worker 区别大了 EB3技术移民目前排期时间很短 表A,final action date 排期到2018年9月1号 表B,filling date 排期到2019年1月1号 也就是排期只有两年多时间 换句话说 从开始准备和提交申请 到能够办理移民签证或者提交I-485 可以只需要三年多时间 从开始办理到取得绿卡 也可以只需要四年左右时间 相比之下 非技术劳工有十几年的排期 EB5投资移民也前进缓慢 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时间 那么 怎样符合EB3技术移民的条件呢? 如果你是热门专业 比如计算机 统计 数据科学 会计等专业本科毕业的 在美国找到专业工作 当然可以办雇主支持的Permly卡 这里讲到的重点是 艺术类 体育类 表演类 文艺类人士怎么办EB3绿卡 首先 你不需要一定是大学毕业 如果有专业技能也可以 如果你是大学的体育系 或者艺术学院 电影学院 戏剧学院 广播学院 音乐学院 美术学院等等毕业的 那当然很好 如果不是 但是你有资格证书 比如教练证 教师证 针酒师证 厨师证 等级运动员证书 专业证书 培训证明 结业证明 艺术考级证明 考核通过证明等等 那么也可以证明你的专业资质 这类文件可以半翻译公正 作为证据 第二 你不需要已经有工作经验 教学经历 当教练的经历 但是有这些经验会有帮助 证明你的实际才能 并且有利于PORM申请 这类经历可以通过雇主的证明信 个人简历 收入证明 和相关的网页 照片 报道等等来表明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 你需要有一个来自美国的雇主支持 这一点当然不那么容易 但是 有以下几点有利因素 一 需要的薪资并不那么高 比如 根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案例 有的体育教练只需要 三万多美元的年薪 相当于二十多万人民币 对很多雇主来说不算多 这样的工作机会相应的会有不少 二 对于身在中国的申请人来说 可以在PORM和I140申请以后 还期到了 在广州领事馆办好了移民签证 以后再到美国入职 减少在美国的等待时间 以及各种花费和风险 当然 对于身在美国或者计划 找到美国的申请人 比如留学生 毕业以后 用OPT实习工作的人士 用J签证的交流访问者 以及使用家属签证或者其他签证的人士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安排入职时间 三 美国的教育市场很大 除了在各类公立私立学校 教中文教数理化 教艺术教体育以外 还有各类民办机构 培训班 辅导班 课外活动机构 学圣活动中心 体育组织 艺术组织等等 都需要教师、教练 和培训辅导教科的人才 包括教钢琴 其他乐器、舞蹈、体操、游泳、滑冰 棋类、球类、武术、健身、田径 器械、绘画、基建、表演、美容、针灸、厨艺 团队活动 以及准备各类考试的老师和教练 如果能够教不止一门课那就更好了 美国政府对于这些补习班和课外培训并没有限制 而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从事相关工作 积累了资质和经验 同时又因为最近的政策变化 而需要考虑下一步的发展 四 如果是提供才艺类的教学和辅导 不管是艺术类、体育类、表演类 还是其他方面 在很多时候 并不需要很高的英语能力 只要在本专业方面 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 因为很多这类教学更多需要深教 展示和训练的时候 不需要那么多的语言 实际上 经常有中餐馆为生 在中国的厨师办绿卡 获得批准 但是这类技术人才远不限于厨师 各种艺术类、体育类、演艺类、文化类 培训领域的教师、教练 都有可能 在当前的网络时代 了解工作机会和做出联系都很容易 有这方面资质和兴趣的申请人 可以考虑用自己的长处 省市省力省钱的完成职业移民绿卡手续 我们目前通过网络工作 为客户准备和提交移民和签证申请 解决问题 并提供咨询和讨论 当前客户和潜在客户 可以主要通过email联系我们 我们提供免费评估 谢谢观看